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展覽是我60年以來 第一次書法展 這次呢 為了要把這個 書法的各種面貌全部呈現 所以賺利 朝鮮開 全部到齊 主要裡面的內容很多都是佛經 包括心經 心經最多 以心經為主因為它字數不會很多 那麼另外就是把這個書法的各種的表現的 創新的那種形式 盡量的把它展示出來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在台灣的書法教育太保守 大概都只寫到楷書 然後就認為楷書寫好就是書法家 其實不是這樣 你看我們的歷代 草書 狂草 歷書 也從歷書變化出來的那種創意的東西很多 可是我們台灣的書法教育就被比賽幫死了 寫楷書才 人家看得懂才就是書法 那麼另外就是狂草 我們這間狂草一百 差不多將近一百一百尺 九十幾尺了 那麼是寫了這個李白的秋譜歌 非常大 那麼高差不多有三尺 那麼粗細的變化啦 旁間的變化啦 布局都是前所未有 這一次我的裝表方式有場檢 像我們的普賢菩薩行便品的一百二十八尺 對不對 這個狂草秋譜歌有將近一百尺 它有裝框的 那框的方式又有鋁框又有木框對不對 那錶的方式會有很傳統又很當代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綜合所有可能性 在這個地方做一種展示 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輕人來接觸書法 然後進而接觸佛法 我們這次展出的這一個兩個大鋪桃的東西 一個就是我們的那個寫在台灣檜木上面的地藏經 差不多將近兩萬字 然後每一個字就一個小沙咪 就一字一沙咪是用那個立書寫的 我們另外就是在左手邊的那個剛進門的地方 我們看到那個枯木 枯木的部分也值得非常值得一提 就是它那個我們在上人在蓋這個廟的時候 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買了 買了很多原木的台灣檜木把它收集起來 我過了蓋這個寺廟 所以有很多裁掉的一些邊邊角角的一些 我們叫做枯木或者是殘木或者是廢棄木 我把它拿來做畫 因依著它的那個畫面 我從來不去改它的它裁成什麼樣 我就是保留它原來的樣子 可是我看它的樣子來做畫 比方說它像個山水 它像個瀑布 它像個鳥 像個蝴蝶 我都因為因勢力道 讓它變成一個跟它相輔相成的一種畫面 當然都是用水墨畫 還有上色的彩墨畫 那麼題材是包括山水人物花鳥全部到齊 這次在地院室的特別 我增加了一個陶瓷部分 包括那個波拉碗盤子 當然那個陶印本來就有了 這個陶瓷大部分都是以陶為主 不是瓷 陶就顏色燒起來顏色比較沉 那麼大部分的我都用青花去畫 那麼題材大部分都是小沙女 所以看起來很喜悅 跟一般的陶瓷不太一樣 我都用那個陶瓷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沈沛小沙女 就是掌路包成全, 但在這口紅色也很薄 然後有的黃色也很想像 在這口紅色也很少 如果我會有藏羅黃色的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